啊 居然掉了一个魔方者 那就看我的吧 这能怪谁呢 要怪就怪咱们的小鬼没打过 这样吧 咱们先让对面的小鬼进入我们的攻击范围 你俩是吵架了还是商量好的呀 好兄弟一起走 谁先动手谁是狗是吧 这关我算是看明白了 僵尸虽然不强 但都不是省恶的灯 因为这一关掉落的植物都是魔方者 你看两个魔方者 还好诸葛一直以来运气不算太差 这是立马牌大老花吧 怎么就这么讨厌呢 我看了这一关不如开局煮一个灰烬 最好是银桃开始摇晃 你是银桃的弟弟英帝吧 还好下面来了一个魅惑锅 这下总算是有盼头了 因为魅惑的绿马铁桶 也会召唤三个魅惑僵尸 可惜了 巨人去了五路 辣椒还没吃到 这个铁桶 我们虽然能打过 但后续的空头 那可就麻烦了 哎 糟了 手滑了 魔方者放二路了 其实我早料的他是一个磁力孤 所以放哪了都一样 二路的投资车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五路的鸡哥就麻烦了 他一天不打篮球就浑身难受 还有一路的二爷也非常难受 其他人可以不管 但鸡哥今天必须得给他照顾好了 篮球不打完 他是不会罢休的 漂亮 咱们现在有一个猫尾草了 再给鸡哥垫一个 银桶可惜了 不过没关系 鸡哥还有最后一番篮球 你看爆炸了吧 毁灭估计在这里爆炸的 这三个半五僵尸可太舒服了 现在场上呢 还有五个罐子 最棘手的呢 应该就是三路的铁桶僵尸 和三路最后面的巨人僵尸了 一路还有一个铁桶僵尸是吧 加龙炮 不过这个位置的加龙炮 还行 咱们先把三路子这个铁桶打了 啥玩意儿 一路怎么有三个半五僵尸呢 真是老天都在帮我们呢 来吧 差不多了 四个巨人登场了 一般封顺 不是足够的风格 要玩咱们就玩吧 大了 丢小鬼 那我就放心了 你还别说三路出了猫一场 其他几个植物看起来他还不高 这一组合起来 巨人僵尸都顶不住 乱拳打死老师傅 可能就这个意思吧 哎呦 还来了一个辣椒 这个辣椒呢 也算是对巨人的尊重了啊 最后两个僵尸呢 我就不磨叽了 直接开了 你以为他能伤不了我吗 笨蛋 最后一个铁桶是没有用的 因为游戏已经结束了